今天是7月13日,今天教會禮儀的讀經是以撒二十先知書第十章的選節 先知提醒我們天地的主宰就是天主,使用他的人不可以驕傲 特別提到斧頭豈能用他斬佛他們的人自豪來比喻 《馬道福音》第十一章25至27節 耶穌說到天父將所有的事瞞著智慧的人而啟示給小孩子 意思就是小孩子當時天真無邪得到耶穌的喜愛 天父透過啟示給這些天真無邪的小孩子 今天我看這兩篇讀經的時候,我祈禱特別是對《馬道福音》的第一句說話有點感動 第一句說話是附話,天地的主宰 不知為何今天這個天地的主宰特別吸引了我 有時我們心裡都知道有天主,知道感恩,知道感謝主,就是美主 我們祈禱的時間,唱歌的時間,我們都時常用這樣的祈禱 不過,心裡有多少碰觸這份真實呢?這裏可能又不是時時有這份感覺 所以今天我看到,父啊,天地的主宰 我們怎樣去體會,天主就是這個天地的主宰 主宰我們周圍的事不是自己而是天主 所以今天我特別是有這份感受 我們事常要有這份感應,天主是我們生命的中心 事實上天主才是天地的主宰 就好像今天那個《伊撒爾先知書》 先知都提我們,我們都有一個容具來的 阿術王就是因為天主用了阿術王作為他的工具去懲罰以色列人 不過阿術王就不太知道 對所有的民族都攻擊,而且得到大勝 漸漸漸漸,他覺得自己是靠自己的能力 而看不到這裏有天主,背後那份所謂天地的主宰 漸漸變成他自己成為他自己的主宰 所以先知就用這些說話提醒我們 我們在生活中,實際上面臨一種境況 尤其是我們都市人,接觸大自然的機會很少 我們環繞著自己在工作 人與人之間的來往,茶樓,吃飯 在手機,WhatsApp,開會 都是人與人之間 我們怎樣可以在這種人與人互動之間 生活世之間,體會到天主就是天地的主宰呢? 這個要我們在小時候慢慢發現 主在所有這些人性的互動之中,其實他都是臨在的 不過這個不容易,所以我們很多被靜的時候 我們能夠靜的時間去到大自然 很多時候我們是在海邊,尤其是去長洲的地方 在海邊見到星空,見到鳥仔叫,在海浪拍打沙灘的聲音 我們一體會到這些大自然的可愛 或者見到天氣的變化 我們特別體會到天主就是天地的主宰 天主的創造 所以我們有時候我覺得越接近大自然 越接近我們所謂生命的本質 周圍那些能夠欣賞周圍的創造 我們好像越能夠體會到耶穌口中這句說話 富和天地的主宰 所以馬道福音耶穌第一句說話 富和天地的主宰,我讚美你,感謝你 所以這裏可能都能夠成為我們每天的祈禱 我覺得如果每天都能夠 我們每一刻都能夠體會到 富和是我們天地的主宰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 我覺得對自己的生命 對自己所思想 對我們所工作的成果 都可以看得輕一點,放得低一點 因為我們明白 我們不是天地的主宰 天主才是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裏學習 可以放低自己 而且都能夠慢慢 隨去這一份驕傲 隨去這一份自我那種傾向 好,今天就是分享自己少少這份體會 是我們生命中心的能力 而且不只要體會 而且能夠在心裡 時常能夠有一份感恩 時常有一份碰觸 一讓我們能夠 很甘心情願成為天主的工具 让祂使用我们 我们就是一个斧头 我们就是一支筆 一支天主所 想用我们的工具 祝主 事上似这份光照 似这份谦信给我们 去明白 主所启示的一切 好 主由各位